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江守山医师 江医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小英杰好 今天再度邀请江医师为大家来 分享这本江医师最近所出版的这本 肾脏科名 江守山教你逆转肾 喝对水肾防毒控三高 好了 那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先破题 针对了水还有防毒还有三高 这部分谈到了这个肾脏 那可是想了这么多 我到底我的肾脏有没有亮红灯 我到底肾脏有没有问题 像您讲那个水泡 那天健康检查 医生就跟我讲说 你肾脏有个水泡 不过还不至于到什么危险性 我又听一听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 其实有水泡的人 就要尽量避免从食物跟水被触发剂接触到了 这是第一点 那至于是怎么知道肾脏有没有问题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是肾脏是一个典型的没有神经的沉默器官 我怎么知道他没有神经 因为我们在做肾脏切片的时候 拿针搓三下他都不会痛 我们麻醉只打了皮而已 结果我们针搓肾脏 他都真的不会痛 他根本没有神经 所以除了结石之外 其实肾脏怎么样都不会痛 怎么烂掉他都不会痛 这个肾脏病因为不会痛不会痒 所以发现得很晚 这个现象不是只有在台湾 根据美国肾脏医学会的统计 美国的尿毒症病人有三分之一是在洗肾前一个月 才被转诊去看肾脏科医师 代表什么 代表没有人发现他有肾脏病 直到要洗肾才发现他 那去肾脏科那边只差一个月能干嘛 能只能坐楼管啊 准备洗肾而已啊 根本来不及治疗你知道吗 所以在台湾这种情形也其实也是非常常见 所以你很常会听到有些很惊恐的亲戚朋友 突然间好好的 过一阵说他突然间开始洗肾了 那其实呢肾脏说是征兆不多 你仔细留心的注意还是有一些征兆 第一个就是泡泡尿 泡泡尿 泡泡尿 坦白讲各位啊 要养成小便之后看尿的习惯 回头看他眼 对 尤其是你要小便之后 洗洗手之后 再看一下你的尿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没有洗手之前 那个尿啊 因为我们尿液从身体出来之后 经过空气到水中去 他会清洗很多泡泡 那你刚开始在看了这个整个都是泡泡 你就看不出什么颜色来 可是等你洗完手 慢慢的洗手 你洗手洗太快就是你不及格嘛 这不是我 这是不是我的问题 洗手本来就花一定的时间 洗完手之后回头再来看那个尿尿的时候 泡泡应该消到可以让你看到水面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尿色有没有太红啊 还有其他的颜色的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的尿尿的泡泡是否不会散掉呢 坦白讲 如果尿尿不会散掉的话 有个很高的可能性就是你是蛋白尿了 蛋白尿通常都来自于慢性肾 就是肾炎 不管原发或次发的 不管说什么末性肾病变 糖尿病肾病变 都会产生大量的蛋白尿 蛋白尿表现在小便中 就是看到泡泡很多 经久不散 包括洗完手再来看也没有散掉 那就要小心 我建议你要去接检查 那这个除了泡泡尿之外 第二个就是我们肾脏的一个征兆 就是脚啊会水肿 水肿就是你用手去按一下它 它弹不回来 那水肿当然我承认水肿病不是只有肾脏病啊 因为心脏有问题 心脏病包含慢性肺病 包含肝衰竭 肝脏病肝硬化 包含肾脏病 甚至包含静脉曲张 都可能造成水肿 不过因为这个病里面 大部分的疾病都是严重疾病的 所以如果你有水肿 我还是建议你去检查一下 那第三个 其实常见的肾脏科病的问题是 它很容易贫血 因为肾脏的功能超乎各位想象的 它不是只有负责排尿的一个下水道器官 请大家对肾脏有适当的尊敬 它除了负责帮你排毒 排水排电解质排酸之外 它还负责什么 它还负责控制你的血压 它还负责帮你活化维生素D 让维生素D有作用 同时它其实还负责造血 造血啊 对所以肾脏一旦生病萎缩的时候 你就造不出血来 你就贫血 那贫血紧接着就形成另外一个症状 就是疲倦跟气喘 很多病人是已经到气喘 疲倦的阶段才会被我们发现说 他有肾脏病 所以如果莫名其妙产生贫血 还要记得去检查一下肾功能 到最后血压高当然也是 因为我们讲肾脏也负责帮我们调控血压 肾脏分泌的肾数过多血压就会过高 所以肾脏对血压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肾脏如果不帮你排水 你当就尿 胀到血管里面去 就会造成高血压的问题 所以水太多 这个血压太高 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除了本泰性高血压之外 最常见就是肾性高血压 所谓的肾性高血压 就是肾脏引起的高血压 叫肾性高血压 所以这些症状如果你有的话 我建议要看医生 那不过总归来讲 就是因为肾脏本身特异的症状不多 所以还是建议所有的成年人 40岁以上 每三年都应该接受国舰局 免费提供的成人健康检查 这个健康检查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咽咽小编咽咽血 不过我跟你讲 肾脏的检查90%就做完了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利用 不要辜负了国家的免疫 这点很重要 尤其我们这个65岁以上了 更是每年都有 所以真的要提醒了 我们上次再请江索山医师 为大家来介绍 江医师最近所出版这本 肾脏科名医 江首山椒泥逆转腺 喝对水腺防毒控三高 我们刚才提到了 有关于肾脏等等的相关的问题 以及到底肾脏到底有没有一亮红灯 等等 谈到了可能腺功能 那治疗肾脏 你刚才提到一个什么肋固醇 大家不是都很怕肋固醇吗 对啊 因为肋固醇也叫做美国仙丹 在台湾叫恶民昭彰 因为早期被滥用 滥用的不是只有西医滥用 中医也跟着滥用 所以被加到西医药 被加到中医药 就吃了很多人就是 月亮眼啊 高血压啊 糖尿病啊 关节坏掉 白内障 等等的问题都出现 不过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肋固醇这个药 固然是一个很有多副作用的药 可是如果在医生的监视下 服用 照我们的规矩吃 其实很少产生以上的这些副作用 通常都把肋固醇分很多次吃的 副作用会比较强啦 像我们症状科习惯给病人早上一次吃完 甚至两天才吃一次 这些副作用就会明显的少很多 而且症状科使用肋固醇 从来不会太长期使用 所谓长期就超过一年 对于症状科的医生来讲 五号都五号啊 没有效的话 再吃超过一年 恐怕也不会有效果 所以我们也不长期使用 所以因为我们的使用方法 跟我们不长期使用的关系 所以症状科的病人使用肋固醇 其实他的并发症都是只有 在吃肋固醇阶段 产生的满月脸 还有产生青春痘 这两个轻微的副作用 而且我敢跟各位保证 一旦你停掉肋固醇 两个月之后 脸就会消到原来的状态 青春痘就会不见 这是一个可逆的副作用 不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并发症 所以大家对于肋固醇 实在不需要那么害怕 而且跟各位报告 就说肋固醇 由我刚才节目开始讲的 那些那么多的坏处 可是他唯一没有的坏处是 他不会伤害肾功能 不会伤害肾 对肋固醇其实对肝肾功能 其实是没有什么伤害性的 当然他对周边的荷尔蒙 其他的器官系统 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医生叫你肋固醇 一天只吃一次了 你觉得不能拆开来分两次吃 肋固醇是西药里面少见的 要讲究吃药的时尘 时尘 对肋固醇吃的时候 一定要在早上九点钟之前 要全部吃完 为什么 因为肋固醇如果放到晚一点吃的话 它会干扰你的身体的荷尔蒙轴线 会造成日夜规律的不正常 等等的并发症 所以肋固醇一定要早吃 集中吃 而且要饭后吃 因为肋固醇坦白讲 他另外一个重要缺点就是 非常伤胃 很辣的 我们台湾话就是非常的伤胃 所以请你只能在饭后吃 那万一忘记吃药怎么办 万一是要忘记太晚起床 过九点那怎么办 我的建议是 今天就不要吃了 就别吃了 明天一起吃两天的药 可以这样子 可以啊 很可怕 因为我们有时候治疗症炎 一次用到12颗药 就隔天 哎呀糟糕 忘记吃药 隔天一吃就吃24颗了 吃一把 不还要 内骨醇长得很小啦 所以一把吃 听起来很可怕的 不过它没有很大 还可以了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要经过了 医师的处方才可以 是 所以内骨醇不是一个 绝对不能碰的药 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 当然我们肾上科用药的 因为肾上病是一个重病 用的药都不是轻松的药 不是未溯药 我们用内骨醇 我们用的化疗 用的抗癌心 我们用一堆免疫抑制剂 环包磷等等的问题 所以 甚至那个药都不能随便停的啦 随便停不但容易引发并发症 也容易让疾病容易复发 所以这一点就是听众朋友 要心里有个了解 所以你跟医生要充分的配合 你要相信你的医生 你要这样子看一个 吃个药吃一个月没好 就换一个医生 我跟你讲 换来换去的结果 通常那个疾病就恶化的很快了 所以还要慎选医师 对 而且要有耐心 要跟医生好好沟通 医病关系要先做好 对 而且你不要对于肾脏病的治疗 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就像肾病 甚至有肾炎 最快看到反应的 也都要超过一个月 如果你吃一个月的药 你没看到结果 你就要灰心 那谁都没你办法 我想这一点 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逛医院 也不要觉得说 吃一个礼拜没效 那就算了 我想这一点 还是真的要稍安勿躁了 我们稍等 再请江索山医师 为大家来介绍这本 肾脏科名医江索山 教你逆转肾 喝对水肾防毒 控三高的重点 之前都提到了 什么泡泡尿 水肿 还有肋骨唇 其实经过肾脏科医师的 指定用药之后 你一定要配合医师了 那我们要谈到一些 破解对肾脏的 八大错误的观念 好了 第一个 肾亏就是肾功 我觉得台湾男性 还蛮怕肾亏的 对 你看台湾人多怕肾亏 好多药酒 对啊 药酒不打紧 你知道吗 保健食品 第一名叫减肥 第二名叫做 对抗肾亏的 真的 壮阳 你知道吗 这是保健食品界的 不可说的秘密 就是它一向都是排到第二名 那么重要的一个药物 不过很有趣的是 其实各位听众们有误会的 就是说肾亏跟肾脏是没有关系的 肾亏在中医是一个缩写 他讲的是肾脂亏 那什么是肾脂 肾脂是搞完 所以他讲的是你的性功能的障碍 跟肾脏没关系 可是把搞完说成肾脂 其实是有发生学上的意义的 因为我们搞完在发生的时候 在你是很小baby的时候 在你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 搞完的确是紧贴着肾脏长出来的 它慢慢的垂降下来 慢慢垂降下来 如果垂降一半没有降下来 就要引搞症 那就容易引起搞完癌 就要赶快把它切掉 如果太晚发现的话 所以其实肾脏衰竭的病人 并不会有肾亏或阳尾的问题 我的洗肾病人 有人洗了30年还在生小孩 男性才有办法 女性没办法 女性尿毒症的病人 几乎无法怀孕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 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一旦有重病 我们就把生殖机能停下来 因为你一旦有重病 代表什么 你自顾不暇了 你怎么有可能 在背一个小孩子的代谢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怀了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子的代谢排却废物 分解废物 都是靠妈妈了 所以妈妈的那个时候的负担会很重 那如果对于一个已经有重病的 对不对 因为尿毒症本来就重大伤病 那肾脏功能不好 其实就是重病的前身 基本上就不应该再怀孕 所以人体很厉害 基酸甘在2.5以上 基本上女孩子就不怀孕了 所以这点 这是自动的一个机制了 对 这是保护母体的一个自动机制 因为在勉强怀孕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会有很惨的结果 小孩子容易早产 流产死亡 妈妈容易产生指尖前症 等等的不好的结果 所以女孩子在生活的不好的 前期就开始不会生育了 可是对男生来讲 跟胜亏真的是没有关系 所以这不必去补了 对 好了 我们之前也提到说 有人说这个长期吃西药会伤肾 所以很多人之前你也提过了 像什么高血压药 很多很多的药 好像大家都不肯吃了 尤其更不肯长期吃的就是什么 尿酸的药 我们在临床上不法看见 因为尿酸过高 没有得到四肠治疗而喜肾的 我个人一直觉得 这个生日是很糟糕的现象 因为尿酸高是一个太好控制的疾病 一旦尿酸进展到尿毒症 我觉得医生跟病人都要打屁股 代表双方的一种双输的局面 太好控制的病 你又把他控制到要洗肾 这当然是一个双输 为什么说他太好控制 可是会控制到失败 就是因为尿酸 要长期吃药 大家都不甘愿 大家很担心说 我长期吃尿酸药 会吃到把肾脏吃坏掉 其实我跟你讲 不管你吃尿酸药 吃血胎 血糖药 这几个药基本上吃再久都不会伤害肾功能 可是很多人控制尿酸不是像我这样子 就是吃降尿酸的药 它是什么 它是等尿酸发作 关节痛就来吃止痛药 那我跟你讲 你这个搞法 对 你这个搞法肾脏就坏得很快 因为尿酸一高起来 尿酸会沉 这个晶体会沉淀在肾脏里面 引起发音反应 伤害肾脏 然后你一痛起来 你不得不去吃止痛药 止痛药一吃 当然又进一步对肾脏造成打击 所以基本上 西药 尤其这是慢性病的用药 没有肾毒性 这一点是可以确认的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了 好了 那也有人说这个吃太咸 肾脏会受损 所以要 我们台湾现在有什么低纳盐 什么什么各种的这种 其实低纳盐健康盐 这个肾脏科病人完全不能吃了 真的吗 真的 因为肾脏科病人怕盐巴 可是他更怕钾离子 所谓低纳盐都是 用钾离子取代纳离子 比如说 氯化钠变成氯化钾 那这个东西对肾脏就有很高的毒性 因为肾脏科的病人 钾排不出去 钾离子一吃进去 就会造成血中钾离子过高 很容易造成心脏的停止 或者不整脉的发生 所以呢 我们肾脏科的病人 第一个不能用薄盐酱油 不能健康盐低纳盐等等的问题 同时 大家可能要知道是 有五分之一的肾脏科病人 他不但不进盐巴 还要吃得比别人咸 为什么 因为他的肾脏像一个破掉的罐子一样 会漏盐巴 所以他要把它补回去 不补回去 血压容易太低 胜污能容易受到损害 所以你到底是要进盐巴 还叫补盐巴 他请你跟你的医生商谈 而不是你自己只要听到有肾脏病就不敢吃盐巴 我们看到最惨的是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被宣告有肾脏病之后 他的子女就很热心贴心的帮他去买 比较贵好几倍的健康盐来给他吃 结果在吃两个礼拜就入院紧急洗肾 差点急救 因为甲离子来的时候接近7.8 非常高 正常人大概只有一半 所以有时候家属的好意 在这个甲离子的部分 纳离子的部分也会制造问题 所以这点真的要特别的提醒了 好 我们稍待呢 再请江守山医师为大家来介绍这本 江守山教你逆转肾 喝对水肾防毒控三高的重点 然后重点啊 好了 那有人说这个钙片吃太多 也容易形成肾结石 这一点是很多听众朋友心中都有的疑惑 就认为说 哎呀我有肾结石过 我就不能吃钙片 对不对 其实你错了 有肾结石的人反而要多吃钙片 因为大概在15年前 在欧洲肾脏医学会上 有人发表这篇文章之后 后来陆续的做了很多文章 都得到同样的结论 肾脏科的病人 不是有过结石的人 他吃钙片反而会减少结石发生的几率 怎么会呢 很奇怪对不对 原因是这样子 结石之所以形成 除了钙之外 还要有一个因离子 这个因离子常见的就是草酸 磷酸尿酸 跟我们的钙 结合成一种不溶解的一种化合物的状态 可是如果你吃钙片 你就会把食物中像菠菜来的 所谓的草酸 解合掉 你把这些东西 酸类的解合掉 不让它吸收到体内 在尿域中 只有钙 没有这些什么草酸 磷酸 尿酸 只剩下钙跟那些 绿离子 简单的这种负离子 事实上是没办法形成不溶解的结石 所以结石人你可以放心 你可以照常吃钙片 那菠菜就少吃了 菠菜可能真的要小吃 菠菜巧克力等等的 这种很草酸比较高的 巧克力也是草酸 对呀 巧克力就是因为草酸高 所以狗不能吃 对 狗吃巧克力会挂掉 狗对草酸特别的敏感 那想请教 这个肾脏会遗传吗 肾脏病 其实跟各位讲 你真的不用那么担心 肾脏病97%都不是遗传的 在洗肾的病人里面 做一个调查里面 只有3%的人 是来自于遗传性的一种肾脏病 叫做成人遗传性多囊肾 这是一个 所谓的显性遗传的一种遗传疾病 所以患者的家人 有四分之三 可能都会有带有这个疾病 那还好这种疾病 占整个尿毒症病人 跟总人口的比例算是低的 那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疗法 还在等待基因疗法的开发 那目前还没有被核准 所以就是说尿毒症 其实会遗传的是很少的 所以大家还是靠自己努力 就可以帮助肾脏 就可以逆转肾 不见得都要赖到遗传那部分去 所以靠后天自己的保养了 饮食啦 作息啦 甚至于用药 是 就少吃的来路不明的药 这个很重要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 不要说来路不明的药 连来路明的药 有些也会伤害肾脏 像西药里面 不可会言的 止痛药 就是一个非常伤肾的东西 对 止痛药现在有一代两代 第二代的贵很多 健保局还有一点 这个条件的限制 不能随便开 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可以开 可是我跟你讲 即使第二代的止痛药 一样伤害伸脏 第二代止痛药 唯一的好处是 伤害胃没有那么严重而已 所以呢 对止痛药 各位听众们有个别要小心 我看到很多女生 自己只要什么惊痛头痛 就拼命自己拿 就随便买止痛药来吃 一次吃大半个月 其实这个都是有风险的 这个都是有风险的 止痛药 没有不伤肾脏的 所以这点真的要提醒大家了 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 江首山医师 为大家介绍江医师 最近所出版的这一本 肾脏科名 江首山教你逆转肾 喝对水 肾防毒控三高的 重点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 我们的肾脏了 因为刚刚江医师也特别说了 肾脏病 虽然是有遗传 可是靠你后天的 去保护的话 会有很棒的这个 激转了 是 好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江医师的说明 谢谢您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您的讨厌 看来